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混乱状态仍在继续 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地此起彼伏 证件分裂的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共和党议员说 奥巴马总统需要要求拨款来处理危机 但要想得到这笔款项就必须进行司法改革 参议员柯宁说 我们需要移民法来保护这些儿童和我们所有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或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有资格来到美国拘留 这样做只会招来混乱 柯宁联名起草了一项法案 限制中美洲移民申请难民身份 加速把他们遣返回国 民主党议员担心这种改变 将惩罚那些合法申请避难的人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 这不仅涉及到中美洲 它关系到美国在全球难民和申请避难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能对其他国家说 你们接纳他们 但不要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吗 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采取行动 我希望贝纳议长和众议院共和党人 8月份不要一走了之 离开华盛顿去休假 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白宫发出前后不一致的讯息 是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 行政当局这个月早些时候 表明意愿修改2008年法律的迹象 加速遣返这些儿童回国 现在总统和他的团队显然又反悔了 三个中美洲国家领导人上星期访问华盛顿 要求美国采取人道措施来对待逃往美国的公民 宏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说 你们应该正视这些孩子的现状 他们是亦受伤害的人 他们有权利 我们希望他们受到尊重 最近几个星期 美国边境新来者的数量似乎在减少 然而这是因为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 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德克萨斯州 与墨西哥的边界地区 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